李仲星期三清晨在青衣發生的狂亂駕駛案內情曝光 警方說黑色Benz的司機是一名24歲有聖火背景的聖陳的男子 他那天去到長雲村找朋友時發現被幾個男人埋伏 於是就駕車離開 那群男人見到之後馬上上了一輛白色私家車跟隨其後 兩輛私家車隨即發生追逐戰 白色車上的三個男乘客一度以鐵棍敲打黑色車的車身 企圖將車截停和襲擊車內的司機 最終兩輛車去到青衣遼土路和青衣路西時發生碰撞 黑色Benz數位約10米的鐵欄之後停下 白色車就反到起火 車上的三個男乘客立即逃走 司機就受輕傷送軟 警方在現場檢獲兩支鐵棍 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和串謀傷人 拘捕白色私家車的司機和車上的三個乘客 他們年齡介乎19至26歲 全部有新義安的背景